总有朋友问我 为什么不把巨骨和大黑鱼养在一起 那样一定很帅 是的 我知道那样指定会很帅 我曾经尝试过很多次 尝试把虫村辈的小黑鱼和大黑鱼养在一起 小黑鱼开心的 帅死了 又一次 我把小鸡鱼和大黑鱼养在一起 小鸡鱼瞬间 互毙了 之后我又挑选了一条 身形健硕的大泥鱼和大黑鱼养在一起 人们总会夸别人像泥鱼一样脑筋巨滑 不出意外的话 很丝滑 大泥鱼帅爆了 所以有的时候 帅是要付出代价的 现在知道 我为什么不把巨骨和大黑鱼养在一起了吧 因为巨骨贵死了 主要是在帅和巨骨小命之间 我替他选择了后者 或许有一天 时机成熟 他俩有可能一蹶高下 但不绝生死